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那不知道大家点心吃的开不开心呢 然后今天下午的议程要开始了 然后这边 这一场议程的主题是 如何维护你的专案 然后这是我们的主讲 昌食红野 请大家给个掌声 喂喂喂 OK 听得到哦 然后就 我不知道大家会来听这场 是抱着什么样的感觉 例如说就是你的那个 做专案的时候你的组员太烦人之类的 好 然后先介绍一下我自己 就是我基本上算是一个设计师加开发者 这样我写程式然后我也做设计 那现在就是在移民团大学的 所有媒体设计学系 然后我也在我爸公司就是开发系统 那上面那个是我个人网站 那基本上你要找我Facebook或普朗 都可以从那边找到 那想加我的话就是告诉我一下说 你是从Ccon知道我的 那我就会接手 不然的话我就会把你放置Play 然后就是 副职业听说是燕金素食 那这是之前一个 我们Ccon一个活动叫Headgim的梗 这样子就是 就是副职业 那今天名牌其实上面大家可以写一下自己副职业 虽然我今天副职业是解操掉了这样子 好 那关于这个这个主题呢 我们要讨论的就是用一些工具啊 或是我们所学到的经验和技巧 然后去改善整个专案的运行 因为说实在的就是大家刚开始做一个网站啊 或是做一个软体的时候 你一定会写写写 然后大概一个礼拜之后 你就会开始想要把自己做那个东西删掉 因为它里面出现太多你自己也不认识的东西 那我们今天会讲什么呢 我们会讲就是做一些企划的部分 然后会讲一些就是在版本控制的部分 然后CodingSkyl就是编程风格 然后还有测试跟协作 那这些东西会跟你的专案有什么 就是对你专案会有什么影响 那主要是说 其实我做到现在就是 发现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说 基本上我们出问题都是出在没有做规划 那这也是大家最不想做的地方 那之后会讲版本管理啊 就是你的code不见的话要怎么办 或者是说你那个队友啊 就是那个明明就是要换行他不换行 或是要缩牌他不缩牌 就这到时候会分享一些案例给大家 那测试的话就是让你的程式不容易坏掉 那再来就是协作 就是人马不能孤独的活着 所以你总需要跟你旁边的朋友 或是你的同学一起做一些东西 那我们就开始讲 第一个主题就是专案规划 那它是一个非常痛苦 但是它对我们来说非常有用 为什么 专案规划最常做的是 就是写文件 那大家都会不想写文件 然后像是写一些code 就是像是Ruby啊之类的 尤其是像Ruby 其实它那个code可以写得非常语义化 那你就会自我感觉良好就是说 我写code就是我的文件 但其实你的朋友真的看不懂它是什么东西 那再来就是第一个就是企划自杂 它能吃吗 这是我到大三才体悟的一件事情 说什么 就有一天 我们在上那个图像使用者界面的课 然后老师就说 那个大家气话都乱七八糟 那 这东西我们到底要写什么东西呢 其实它很简单 你现在 例如说你现在要做sitcon网站 那网站有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你的选单 你要先搞清楚你里面有什么东西 那你搞清楚你里面有什么东西之后呢 你再详细的说 例如说我这里该怎么动 然后该怎么调整 那当你少了这个步骤的时候呢 你就常常会漏掉一些东西 或是把一些东西要加进去 那大家可以去看 就是那个金赌奖的网站 就是我们设计相关一个叫金赌奖网站 你可以看到它的link 是原本是一排 然后里面没有一个叫得奖作品 当得奖作品出现的时候 然后它这选单就爆掉了 因为它没有规划说 会有得奖作品的这种选单 直到它做完的时候才放进去 那像这些问题 其实我们可以在企划阶段就解决 再就是一组六人六种风格 这就很神奇了 就是一样是图像实用者界面 这是我们可能少数做很多企划的课 那这个课呢 我们就上 好 然后现在要交作业了 那分组嘛 大家最习惯就是什么 你做这一页 我做这一页 然后大家加起来就有一个作品了 那这个超棒 结果我回来的时候就发现 我们有六个人 但是六个人做的是不同风格 你就可以看到里面同时有扁平化的 然后还有仿真的 然后各种东西都在里面 那你这样交作业的话 一定会被老师吐槽 所以最后其实是 就是一个人负责把它做 那因为我们是设计系 所以我们不会要求把它做出来 就是一个APP 它不会把它要求做出来 但你要让它看起来会动 所以是用后置 所以变成一个人 把剩下的界面重新全部做过 然后另一个人再把它后置成会动 再来就是上个月我做了什么 有人记得你上个月写程式 写了什么功能在你的程式里面吗 对 是不是都想不起来我做了什么东西 那这就很危险了 因为当你一个月 两个月三个月 半年之后 你就不知道你自己在写什么了 所以要写企划 因为你知道会什么东西 就是你知道该做什么 那就是企划另外一个功能就是去限制你 就是例如说 大家应该都会想写code 然后你在写一个系统的时候 你就会想说 这应该可以有个plug in功能 然后这可以扩充 然后等你做完之后 你就发现说奇怪 这些功能我使用率只有1% 可是我花了80%的时间在做它 那你不可能这样做嘛 所以像这些东西就是我们写企划的主要目的 就是说你要控制它 再就是做法很简单 一个是记录灵感 这旁边这个 其实是我就是某一个作业的 那你很简单 你就是把你界面大概该怎么动做 那这是跟US有关 那大家学资讯的 可以不用这么在意 但是你就大概知道说 你可以画出你的程式 因为老师可能学资讯的话 一开始会教你们画流程图这种东西 那这个其实就是UI的流程图 就是说我UI会怎么动 所以你就是把你想到的东西记录下来 然后画成流程 然后尽可能详细描述说它会发生什么事 然后再来就是让你的组员搞懂你的东西 那这样子的话 大家做出来的东西就会比较统一 然后也比较不会有问题 因为大家都会有个基本的共识 那做出来的东西就不会有一些很奇怪 例如说你组员想说我这要plug in 可是你觉得说这个方式不能用plug in 然后你们两个做完之后 就是之后会讲到版本控制的时候 你们两个扣着一盒就炸掉了这样 所以写一份计划书就是可以帮助我们改善一些沟通问题 就是大家搞不清楚我们现在该做什么 或是说一些技术上 就是你在实做的东西 可是实际上不需要做 但是我们做了 再来就是一些不适当的功能 那这些东西就是写计划书可以帮我们改善的问题 那这个东西写计划书真的很痛苦 就是因为当你开始写的时候 你会发现 例如说我现在是一个网站 那我就要写一个API的文件 然后我现在就是一个界面 那我要写个界面文件 那你的文件就变很多 但是其实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说 至少要有一份公用的计划书 那那份计划书是把大家的想法统一就可以了 那剩下细节的话 你企划书做太多 那最后就会变成浪费时间 所以就是大家要斟酌 就是你的专案情况去调整你的企划内容 然后再来就是这篇文章 虽然说它不是资讯相关 但是这篇文章就是 会跟写企划的方式要怎么做会比较适合 那大家之后可以去看 那简报会放出来 所以不用急着打link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要讲版本管理了 这东西也是非常妙的东西 就是好下面就是你去拯救那些无法拯救的程式 然后再来就是 如果你觉得你的level不够的话 请不要执行下面这行指令 就是真的刚刚有人执行下去了吗 应该没有用着吧 这行指令就是把你的作业系统删掉 这是否Linus或Mac可以做到这件事 Windows的话是不同指令 但是应该没有人下下去吧 那这就是我们学习版本管理的目的 就是刚刚手禅删的东西 那大家应该都知道 就是如果你RM 然后没有RF 之类的话 就是有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删当很麻烦 那你就很习惯-RF 下去 等一下整个目录就不见 然后你就发现 我刚写好的程式码被我删了 那这个时候要怎么救回来呢 那就要靠版本管理 那旁边可以看到的是 这个是我爸公司那个专案里面 他线图发展 那这些东西就是之后你可以去找 我们总之后给你学习这样 他会开Whatshap 然后再来就是我来示范一下 最简单的就是git 要怎么做 那你们想学comment line 还是学图形化界面 有没有意见 没有的话我就comment line下去咯 OK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那个 comment line怎么做 基本上就是你要习惯嘛 一个project就是要有一个资料夹 然后在这个资料夹里面就是git init 那你就会得到一个干净的那个git的专案 就是它没有东西 那我们可以加一个 readme档案 那加完之后呢 它现在出现问号嘛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它的状态 它就告诉你说 这个档案是没有被追踪的 那这是你第一次 就是你的git还不知道这个档案 所以你就可以git去edit这个档案 那你加完它之后 现在它就说你这个git是onstage 就是说它没有被储存 所以它跟档案的操作存档类似 只是说它差异在说 它的存档是可以一口气存复数的档案 那一个committer就是代表说是一次编辑记录 那committer该怎么拆 那也是一种就是一种风格 像早上那个r1的讲者mrq他讲的就是 每修改几行就committer 那我习惯是一个单位就是说 一个模组啊或一个功能 改完之后就committer一次 那那个模组可能是 一个大功能里面的一个小功能 让它walk 起来就committer 那committer的话就是 那个就看个人习惯 像我的话就会加那个prefix 然后完成之后呢 我们现在就存起来了 好 那我们有这档案 那就是说我现在真的就是手残把它删了 那git会告诉我说你删了它 那你想要回来的时候就check out 把它叫回来 哇 走走走走走走 好 那那那那那 就是从哪里没有听到 还是你就要重新开始 是不是可以慢一点 毕竟我们剩下30分钟 没关系 不然的话我们回去录影一下 不然就是说 没关系之后找Danny 找总招 就是说总招开workshop 然后他就打开workshop的路线 OK 没关系 那我们先大概是这样子 我们先回到我们简报 然后再来就是push跟pull 就是上存跟下载 那它后面可能会要你加来源 所以你的git是可以分散储存 就是你可以存好几个server 那这个时候你的程式就很安全了 因为你存在你同学家里 存在学校 到处存 然后到处都有你的痕迹 这样子 然后再就是 现在就是说 我要reset 就是说我刚刚那个编辑 就是不小心commit下错 之类的 那也可以就是说 就是 我现在我不想要刚刚那个commit 那我可以把它reset 然后head的话就是 其实它是一种指标 所以它会指到你最新的编辑记录 所以你可以 加一个就是这个符号 那它就是往前退 那你也可以用 例如说像这样子 就是往回退几个 那通常习惯是下这个 啊 死了 我真的正确 我正常下错吗 诶 好 这就是讲这live demo 一定会发生的事情 他不理我 偷用高阶技能 刚刚那个可以偷看 就是那个head的那个东西 所以我把它偷偷转回去 诶 啊对 我就一个commit 所以它退不回去 因为这是initial commit 对不起 对它是初始化 所以那个commit是不行的 然后我存档 然后 乱打 对啊 像我这没有加prefix 我就不 我就绝对不高兴嘛 然后你看它就把它退回来 那你就可以重新像你的commit 那些 然后你刚刚那个编辑记录也会被退回来 那reset的时候你可以就是 像这个reset你可以加就是hard hard就是说连编辑记录一起删掉 例如说你刚刚改那个就是 你刚刚写了一个很奇怪的code 例如说你吃到奇怪的香菇 然后你那个code就怪怪的 然后你想把它完全清理掉 就是不留痕 你记得删掉它 那就可以这样做 然后stash的话就是说 这是协作问题 就是例如说你现在改到一半 然后人家叫你说 我刚刚上传了程式 那你那个链接 其实就是它 你就是把它抓下来的时候 有时候可能会跟人家产生冲突 可是你现在正改到一半 然后你又没有 之前又没有commit过 那你就可以用git 就是stash把它暂存 然后他就告诉说 我现在就是walk in progress 就是说我现在正在处理这个东西 那我可以做其他事 那我可以现在可以再去改 然后之后再把它把它吐出来 就是 诶诶诶 每次都会这样子 然后我现在就可以再把它stash 有没有 就是这个stash的pop 然后我刚刚这个改出来记录就出来 那出现这个 出现这个就是你常常就是你跟人家协作的时候 常会出现就是conflict 就是说两个人code重复了 所以它会告诉你说就是被改两次 然后它是改到同一个地方 所以你看到就是像这样子 就是这个是我新增的 然后这是之前的就是我存的那个 那我可以就是手动 比如说我两行都要把它存档 然后它就又回复正常 对 用kit就是这样世界都很和平 那再来就是merge 我觉得这个奖可能对它有复杂 那它大概就是说 我们看到这张简报的... 被挡住了 好这边 就是它这旁边有很多线嘛 那你会看到那个线是一直不乱结合起来的 那这个就是merge的功用 就是例如说 你现在你有三个同学 那你就叫他们一人开一个分支 让它长出来 我刚才我写满没有 那就是说 就是说我现在开一个我自己的分支 那大家都不要去动主要的 那到时候再用merge的方式和回去 就是说我现在又在改改readme 然后我删掉它 然后我再回去那个 就是 check out就是切换分支 所以你可以开那个branch 就你看到现在我在 就是我自己的 那我就可以再切回去啊 就切回去到master的那个 然后git 然后去merge它 然后你可以看到那个readme 它就会被改成我刚刚修改的地方 对 然后这边 应该是今天最难的地方 OK 就是极高速 然后讲解完这个东西 因为我觉得我时间会不够 虽然说你们应该不介意 欸不对啊 没有点心了 好 对 然后我这边会有一些link 就是像是 就是这些都是GUI的那个操作 那你真的不会像我 刚刚那样子就是乱来 然后 啪哩啪啦 然后不知道我在干嘛的话 你就可以采用一下GUI的图形化界面 操作 那这边会有很多就是高手啊 去写说怎么使用git 那当然你看watch app 反正就是 操总招它应该都会开出来啦 反正 这就是推坑的时候 就是总招大大我要上git 然后应该就有坑出现 然后就会有个工作人掉下去 所以它让原始码就是控制 分享和协作 就是你再也不怕你那个git的同学 把USB接去之后 你里面程式码都不见这样子 或是全部被改掉 就我之前就跟我同学说 就我们系嘛 因为我们是多媒体系 所以我们会做游戏 然后我就跟同学说 你不要再乱用static这个修饰子了 因为它会让你那个记忆体 变成shared的状态 然后有一次我就说 那我们就是我们有project要同步嘛 然后就说那让我们来就是 建个server 然后管理一下code 然后他说 当你上传的时候 我就帮你全部加上static 然后就 呃 因为它会让程式全部坏掉 那static 这个东西 就是我是觉得不要乱用 因为那很妙 那现在就不提这个东西 因为在讲code下去的话 大家应该会崩溃吧 再来就是讲coding scale 这样 这个东西也是很妙 它基本上就是一种范本 那基本上就是说 像是就会有大家在炒缩牌啊 有的没的 然后例如说那个大括号要写在下一行 还是在写在这行后面之类的 那这种东西呢就是用coding scale解决 就是大家规定好就是说 我们都讲中文 不要有人来讲英文 嗯 那它大概就是这样子的意思 那就是 同一种语言嘛 就像这样 像这个go to fail 在这边大家都知道那个Mac 苹果出了包 写了两行 虽然说那个是 前面那个就是 person control 的问题 但是他们 大家一开始判断说 他出的问题是在哪 他 问题出在什么 就是 他们习惯 没有用大括号 那像coding scale它就规范说 我们一定要用大括号 有大括号的语言 我们只要用大括号 那这样子 当这一行 这个问题出现的时候 就比较不容易发生 但是 好这这其实没有那么相关 但是就是说 它是一种规范 就是说大家用同样的方式写code 那写起来的东西就会很类似 所以像是我这个是语意检查的工具 那你可以看到就是右边这个非常不明显的code 它下面警告我一些东西 那就代表说就是我的缩牌啊 或是我的冒号 就是分号那些 是写错的 所以它可以去检查说 你的程式到底是不是对的 那 这边就有一些工具啦 像是 这个 第一个是vim的editor 那如果你是用vim的话 你就可以用这个 然后下面会有像一些linita 或phpcs 这些都是一些command line tools 那它可以让你去检查你的东西 那 网页的话当然就是找w3c的检查 这样子 然后再来就是像php的话就会有psr 那ruby的话就会有那个ruby的skyglide 然后html跟css的codingglide之类的 那这些东西就是大家也是不用急 我会贴出来 那基本上就是说我们需要让你的team 就是整个team去同步一个共同的方式 就是共同语言 然后 因为毕竟同样的程式嘛 大家应该都会觉得说 有些同学他写了一些 你不知道在干嘛的程式 可是他会动 然后分出来比你高 那你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 之类的 对 一切都要怪给同学 然后 因为我共同编程风格就是 可以让你们写作更顺利 因为 大家写的方式都一样之后 你就比较不会有人突然就是 他比如说他省略那个大括号 像我有一次同学 他超强 就是我有同学 他们他们是 因为我们系上不怎么写程式 可是你必须面对程式 然后我有一天 就同学就说 我程式不会动 要微看 他大括号是写的 他这样排 他这样直下来 然后再写回去 那我就说你这样子缩排 我怎么知道你在 你在写是哪一个code block 所以像这种东西 你就要告诉他说 这是固定这样缩 那这个时候有些比较新手的人 他也可以控制他就是不要乱来 对 大部分的时候就是要让大家一起不要乱来 要自制 大概就是测试 看下时间应该来得及讲完 测试这个东西呢 就是维持专案稳定的方法 因为 这东西 大家应该常遇过就是说 写加了一个功能 然后就多了一个bug 然后bug就是随时跟着你 虽然说我觉得啊 就是当你写下第一行程式的时候 他bug也同时产生就是 好 那 我觉得写test其实是非常抽象 尤其是对我来说 就是 写test非常抽象 就是你想说你要测试 可是我到底该测什么东西 我用 我写一个网站 我打开来然后按一按 它会动那就好啦 那为什么要写测试 对不对 那测试该怎么写 那再来就是测试工具 他通常会有一个叫做 覆盖率的检查工具 那它会显示说 你的测试有没有跑到每行程式嘛 那我们真的该就是 就是每行都跑他吗 那这些都一些问题 这样子 再就是说 第一个其实我们最简单 就是单元测试工具 那 单元测试工具 就跟我第三项就是降低游合度 是有很大的关系 就是说 我们现在写测试是一个单元的 例如说 你现在是一个user model 就是会员注册功能 那你要怎么测试这个model 那它比较明显就是说 你现在要拆成个单元 所以例如说 新增使用者 编辑使用者 所以你会把它一个个拆出来 那这时候就会发生个问题 例如说你的新增使用者 里面又混了 例如说同时会帮他产生 一笔 例如说一个钱包 电子钱包之类的 或是一个游戏币的账号 或是你的成就 那你会产生一个惯年 但是如果你没有 顺利的把它拆开 或是把它调整好到正确的地方 那你去写单元测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超卡的 为什么 因为我怎么测 就是测不到某些地方 那你在看你的就是 那个覆盖率的时候 你就知道 我怎么跑都测不到它 那它是不是该拆出来 所以会有人就是说 你写程式 你的if 就是你的大括号 这种code block的缩排 不要超过三个 三层或两层 因为它直接就跟你 因为你说太多层之后 你就很难测到它 那你也很不好控制 那就是会有TDD跟BDD 这就是测试驱动 或是行为使用驱动 这两个东西差别大概就是 第一个前面那个就是说 我先想好说 我这程式它一定要传回E 那你就写个测试 让它传回E 那BDD就是说 现在有一只猴子 点了我网站的时候 那个网站会炸掉 那我就要测试它 为什么会炸掉 大概就是这样 就是一个是以 使用者它操作行为为主 然后一个是以 你程式运行后的结果为主 再来就是写测试 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 看别人怎么写测试 因为你通常开始 学写测试 那些基本的 就是它基本的那些 syntax 你就学会了 然后就开始写 那你觉得好像很怪 结果你看大家 既然都跟你写一样 那你就不用担心了 因为大家都跟你一样 不会写这样子 所以我们只要继续测试 那个专案就会变稳定 当然你乱测 也不会变比较稳定 例如说你现在 有个1加1的方形 就是edit的方形 然后结果你每天都在测那个edit的 但是它永远就是1加1 它不会出错 你去测它 那你大概就没什么用 所以你去测试程式的时候 你要测的是很容易出错的地方 然后还有就是那种 比较稍微复杂 那如果你是非常单纯的逻辑的话 就不用特别去琢磨它 因为你再怎么测它 它都还是那样子 然后再来就是持续整合 这东西我在写 就是我在投稿的时候 我就想说 我该怎么讲它 然后后来就是运气好 就是有看到一篇文章解释的这个东西 然后我才知道原来 我一直对它理解错了 那这东西是干嘛呢 就是同步 那同步是怎么一回事呢 就是说 我们现在有个team 那我们有三个人在写 那第一个人他上传他的code 好 那正常 那第二个人在上传他的code 然后他们合并为一个点之后 就不正常了 那为什么不正常 我们就可以去追说 它为什么不正常 再来就是说 它有个好处就是 这种东西通常是加一台server 所以你不用等compile 你就可以继续写 所以这也是老板压榨员工的好方法 好 那有很多工具 那像是这个 Travers CI Jinkies Codeship 或 Git Label CI 之类的 那基本上 除了第一个就是 你觉得说你project是open source 放Github上 没有关系的话你可以用它 那下面的话都是自己架 Codeship也是 反正它都是CI 那右边就是Travers的界面 你会看到它旁边 不断有人在跑测试 那你无聊就可以点进去 看一下人家在 在写什么奇怪测试之类的 然后我想想 我觉得我不应该demo这个东西 因为它好像没什么东西 但是大家可以 这有link 大家可以上去看一下 就是之前有一个外国人 就跟我说 他就说 我用这个Travers CI 我写好code 传上去 然后他deplow的时候 网站就死了 然后我想说 怎么一回事 然后我知道自己去试一下 我写的东西 跟他写的东西哪里差 因为他说 你不支援这个功能 就是因为 Trivers CI 他在跑远端的comment的时候 跟我之前写一些code 有一些差异 所以他必须把它修掉 才可以支援 这样子 然后再来就是 最后的 线上写作 这样子有10分钟 可以问问题 跟我预期的差不多 那就是 毕竟 没有一个人可以 独自完成一个伟大的专案 下面小字是 除非你不是人 好 那再来就是 专案要怎么管理 昨天有人回报错误吗 这bug竟然都没人修了 那当然就是 来随身碟 现在还用随身碟 传档案的请举手 好 不管举没关系 但是我知道 那个 你知道不管是哪个系 随身碟永远是你的好帮手 毕竟他只要插上去 就会有病毒 那再来最简单就是 用github 那gith labor 是最近一个 半open source 他是有分社群跟企业方案 那gith labor 比较适合就是 例如说 现在可能你的系上 或是你的研究是 就是大家要写call 可是 那个学校 学校又不给经费什么的话 你就可以试试看这个 就是比较provide 那github有 就是他有学生专案 你可以去申请 可以有三个provide的project 好 那再来就是 你要进行call review 等一下我会 给大家看一下 什么叫call review 还蛮妙的东西 大概就是 右边这截图啦 我自己公司内部 那个乱来 就不要给大家看 还是有人想看 好 然后再就是fork的专案 那fork是github的一个 蛮特殊的功能 而且他也蛮不错 就是 他其实简单说 就把别人project 就是复制一份 到你的账号里 然后你改完之后 再做下面那个动作 就是pro request 就是再送回去给他 然后 就说好 我现在改了 那最后是github 他是一个流程东西 那 他基本上就是 可以让你 他其实他就是一个 规划一个流程 那我等一下会稍微讲一下 如果有时间的话 然后再来就是 github的话 我就先不讲 那再来就是这个 github上的pro request 就是我来开一下 那个 我有点上网络吗 阿丁 没关系 我说 所谓的demo就是 会受到重重阻碍 诶 我是在哪间 好 没关系 我们试一下R2 不喊 没关系啦 等下大家慢慢问问题 我们可以问一下人生之类的 我们那个系组论他当初教我们 就是画透视的时候 他就说大家没事就要常常 探讨一下人生宇宙的奥秘 这就是蝙蝠侠框架 你知道那外国人就很奇怪 PHP就是大象 然后Ruby就是红宝石 然后就有梨子啊蛇啊 各种奇怪的东西都出来了 他们可能对这些东西就很强烈的那个 那你现在看到现在这个project 他就是我fulk出来的 所以他这边会写说 你从哪个sourcesfulk出来 做什么事情 然后这是我fulk的时候状况 就是他有很多这个分支出现 那我的话是因为我已经完成了 所以他已经被删掉 那我们现在回到这边来看一下 就是当初我在送这个 就是你知道那外国人他们做project 他们最不喜欢做就是IE8N 就是多国语系 因为他们用英文他们很爽 但是我们用中文的很不爽 就你看客户就是说 我要有多国语系 可是你看人家project 就是没有多国语系给你用 然后你就要hardcode的写那个语言上去 再过不久之后你就有24种 那个24个资料夹 然后里面写不同语言 所以IE8N是我们好帮手 但是我们不需要有它 那这边是project 那基本上就是我可以直接这样开啦 那基本上就是如果你现在有分支出来 然后你有改的东西 GitHub 会提醒你这样子 那我们看一下管笔这样子 然后就是你可以看到我那个乱七八糟的英文 我找一下 对这个 就是那个时候外国人他们的IE8N就是 他有他有这个project game 可是他不会动 然后就很神奇 那当初为什么不会动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第一个 就是说 诶 这为什么这么后面 哦 就是好 这好像是我后来有开第二个 那基本上就是说 他就有个function 然后他可以把你的一串字 变回某一个语言的某个文字 然后这时候就很神奇的 就是大家就写啊 然后就丢进去之后就不会变 他就给我喷空白 因为翻译的时候 如果你把你的那个 就是翻译的那个叫做keypage 就是他就是什么什么点什么点什么 像网址一样的东西 喷出来给你的用户 那用户就是说 这有bug 然后你就 什么哪里有bug 然后你就看 然后你看到那个bug之后 你就说 哦这是一个future 好 那大致上就是说 他这边有一些很微妙的work东西 那当初其实他炸在炸这一行 就那个 就是当初其实有 已经有外国人他说 哎这样子用会动啊 那我就想说 为什么测试就是不过 这时候测试 测试就是说 不管我的事 然后我仔细去研究一下发现 就是说 他就有个prefix 就是说你这样 就是说你T 然后例如说这个message 就是说你是一个这样子 然后error 这样子 那你用这个synthes去下的时候呢 他的code 他会自动帮你翻译 然后你翻译完之后呢 他里面是用那个threader 就是过滤的方式 然后你又再下一个T给他 所以他翻译完 得到中文之后再帮你翻译 但是他找不到中文的key 所以他就炸掉了 所以我就只要告诉他说 就是当你有T的时候 就不要再T下去了 好 那这就是 基本上 这就是fulk跟pro request 那我们再回到前面 然后这时候 这外国人他就开始讲啊 他就讲说 嗯就是看起来很不错啊 那你可不可以写个测试让他动起来啊 然后我就说好吧 那我只要去写测试 然后我就开始假测试 然后再就是说 他后面就开始回啊 他就说 就是说 哦对 code review 的话 大概是在这边 这种 这种东西 就是 这外国人就说 欸你这行怪怪的 然后叫人说你写成这样吧 然后下面就外国人说 这样也不对啊 要写这样的 然后下面外国人说 这样还是不对啊 要写这样子才对啊 然后就说 到底要写怎样啦 OK 那这边啊 然后这边他就会说 我现在测试了什么 然后我做了什么 然后我发现说 欸这样可以动 反正你不能跟外国人神奇 不然等一下他也跟你神奇 然后就把你账号砍掉 然后他现在就开始讲 我们就开始讨论 各种奇怪的使用方式 然后你就看到他 他就想说 欸为什么不写成这样啊 之类的 他说你这样好奇怪 我说不能写这样 然后我就说 欸奇怪 好像我写真的好奇怪 然后我就把它改回来 然后在这写写写 然后你知道那个就是 就是外国人其实 他基本上都还蛮懂的啦 就是他们 就是你用很烂的英文 跟他讲 然后他也会看懂 然后很震惊的回你 然后你就开始写一堆 有什么没有 然后他就讲说 这可以改成这样啊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 不对啊 你这样的话就会砸掉 因为就是他这东西很妙 就是他呼叫的时候 他跟就是大家脱离了 然后你又再把它拉回来 就是那个魂飞走 然后你再把魂拉回来 然后他们就会说 你该用这个会比较快啊 这样就说好 然后之后就结束了 然后送Progress了啦 就是其实你可以遇到 还蛮多蛮有趣的事情 然后我给你看另外一个就是 这个时候是开issue 那开issue就是为了记录说 啊我这有bug 然后要修 然后你可以先不修 就是跟客户讲说 你看我记录在这上面 然后你先不要管我 然后就不理他 这样 然后像这个 我就跑去开issue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 你要加IE8N的支援啊 然后我刚才就很认真跟他讲说 你看你要这样这样做 然后就可以动起来 然后就说这还有点问题 然后我正在研究方法 然后他讲说非常感谢你啊 然后怎样怎样怎样 然后我就说嗯我现在证实了啊 怎样怎样怎样 然后他就讲说嗯看起来要加这个 然后讲说嗯 然后我正在测试 然后他竟然跟我讲中文 OK对这就可以遇到很多 有的没的怪事 你知道吗 就是外国人会中文的 然后我后来 后来因为这是他一个子project 然后后来我就跑 跑回去看那个他前面那个project 就是刚刚刚刚刚我送 送project的那个project 然后然后他他跟我回完中文之后 第二天第二天早上的时候 我就我就在看issue嘛 你知道就是平常没事要 逛逛issue 因为你不知道那外国人 会不会合你的东西 你知道外国人他们有时候 那个project就是他觉得不怎么重要 他就给你半年才更新一次 然后你就快死掉了 然后这个外国人他在 他就他就他就在我那个 就是他回完我之后的半夜 就是我们睡觉嘛 他早上他就加了一堆东西 然后你就会看到说 他加这code 里面 他真的会中文 然后你就是 你干嘛不开始用中文跟我对话 我写英文写要死了你知道 然后还要拿翻译机研究一下 有没有写错字 OK那基本上大概是这样 那gitflow这个东西的话 大概就是我看一下 OK我们先去看一下 gitflow这张图 就是他有一张蛮经典的图 嗯对 哦对这是大大 写Ruby的大大 他就是这张图 他就告诉你说 你就是开个开发 然后就是projection 就是稳定的 stable的状态 然后你在开发的时候 你会不断产生一些feature 就是功能分支 然后你就开始做做做 然后说完就合回来 就是刚刚说的merge 那直接做做做 你觉得差不多的时候 你就进到这个叫release 就是要发布了 那等你release这边 就可能会修一些奇怪的东西 就是 例如说有人手蟬把 apple写成beple之类的 然后然后你就 那个啊完成之后 你就把它release 然后他就会上个版号这样子 那但是你有时候就是真的啊 就是你知道那个 有些人写code 就是藏在你那个资料夹的深处 然后你永远不知道 他会发生什么事 那某一天 客户在使用连点技能的时候 就不小心把那个bug打开了 那这时候你就需要 在你这个projection的状态下 开个hardfeet 就是那个叫做 紧急的bug修整 然后你就去修这个bug 所以你会看到 他这个版号就是 有没有 小bug修整 就是那种在projection 之间的bug修整 就是小数点的 然后比较大的话就是那个这样子 那我们会习惯啊 就是这版号的话 其实建议是那种 1.2.3之类的 这种这种形式 那这个东西在GitHub的官网 有介绍这种东西 那有兴趣的话 可以研究一下这种东西 那那个东西就很简单 反正就是大改 然后小改跟那个 有问题要改 那协作这东西就是 从朋友和同学开始练习协作 对 那对啊 反正你知道那同学啊 他一定要跟你当同学 所以你帮他乱搞 他不会怪你 他也不能怪你 因为跟你识破 你就不能当同学了 然后在问答时间 不过在这之前 先让我工商一下 就是我今天早上睡醒来的时候 然后我就收到一封信 然后我可以给你看一下 开Facebook 虽然上面没有什么好东西 然后我就看到一位大大 就是不凡答答 他告诉我说 明天系看的时候 可以帮我推广一下Ruby Conference 然后我就 哦 我请Danny 然后Danny早上 因为我们delay了嘛 所以他没有讲 那就是有兴趣的同学 可以看一下那个Ruby Conference 那个就是票很贵的那个 对对对 票超贵的 你去报名 然后打开一看是票 诶 在在在在在在在那边 在这边嘛 学生票一千块 但是 人家那个阵容还蛮强大的 你就看到都是外国人啦 啊就是你听不懂英文话 你可以先考虑不要花一千块 对 那我基本上应该会去 但是我没有及时口译的技能 所以 我可以在会后结束帮你解释 但是我没办法在现场跟你解释 这样子 对 那都是外国人 但没有 其实有些中文的 讲题 只是他们 这是个非常国际化 人家可以认识外国人的好机会 如果你想要CTR的话 对 然后他是两天 礼拜五跟礼拜六 对 基本上就这样 就是我顺便宣传一下 然后 我们来 提问题吧 哈喽喽 有没有人有问题啊 难道你要像我像早上R1的时候 我要自己问 然后自己回答吗 大家可以开心的提问 因为那个倒数计时是不包含Q&A的 所以其实你们还有十分钟 对啊 还有十分钟 你们没有午餐跟便当 还有点心的问题 还好现在没有人睡着 我以为这是会有人睡着的场次 还是有人觉得我讲太快 然后要我现在用慢速版讲一次 或者说 应该这样问啦 就是说大家有没有觉得说 你现在回去知道 你该怎么开一个专案的吗 就是维护你的专案 还是说你真的还是搞不清楚 那我们可以针对 哎 来来来来 用桌上麦克风讲 要按按钮哦 要按按钮哦 那高网站的你可以问我 除了Python 因为我装不起来 那我想问一下 可不可以给一点 那个参加OpenSource的建议 参加OpenSource的建议 我当初也思考的是问你很久 你知道我注射Github的账号 也有两三年 可是我一直不敢去送 Pro的课程给人家 但其实你就是发现说 它这扣得烂了 你就送一行给它 它要不要收拾它的事嘛 那你就到处乱送 这样就没有问题了 对不对 人家接受的话 你CourseCover 就是到时候暑假 CourseCover 就可以拿去申请 那个OpenSource贡献者 好来来来 我想问一下就是 如果 我现在不是维护自己的专案 而是维护别人的专案 你会给什么样的建议 就是可能 它的Code的interface 没有很好之类的 你要先 第一件要先考虑的是 它这个东西 就是它的专案 就是 你要先看一下 如果你完全不能接收 你可以先考虑 就是自己的账号下 先开一个Project 要重新写过 没有 不可能这样嘛 对不对 那第一件事就是 先看它有没有CodingSkyl 像是我刚刚看那个Betterman 那个Project 它其实它就有一些 它的Skyl在上面 所以你第一步就是要先看 它有没有Skyl 那它有没有一些 基本的Document的可以找 那如果都找不到的话 你就 对嘛 你就是 反正是先乱送Code给它 反正它要熟不熟都是它的事 那你的东西符合它的要求 它就会熟 那你现在你的CodingSkyl 跟它不合 它会跟你说 你可不可以改成这样 对 它不会说 啊你这东西太烂 它们不敢这样讲 因为毕竟这个东西就是 就是国外嘛 那Github都是面试会偷看 Github账号有什么东西 所以它不敢乱讲话 所以你可以乱来 但是它不能 好来 对 用麦克风 因为大家也要听一下 你想问什么 就是 比如说像你在 假设你像是像送Request过去嘛 那假设像他是Project Holder的时候 那假设他遇到这么多人 同时送Request 他怎么去一一个确认说 你的这个修改是符合他的要求 或者是这个你修改方式 会不会产生新的BUG 嗯 就是他一个人 因为你是一个人对他一个嘛 那他是一个人同时对这么多Developer 他怎么去check每一个人的issue 是 就是是刻意他可以收进来的 我刚刚演讲有讲到嘛 就是有些人他半年更新 是因为他不想看啊 对不对 但是其实说实在来就是 基本上会被人狂送Project Request的专案 基本上他应该都是一个team 只是说看那个team他认不认真就是了 因为有些是业余的team 因为有些是业余的team 那这个问题其实有空 搞不好可以去问一下那个Linux之父 因为他们project听说是一年 就是有一千个贡献者在送东西上去 对但是说实在的就是我们以后 例如说以后毕业进公司啊什么的话 那个team会越来越大 那就越来越有机会遇到这个问题 因为Project Request这个东西 不只是你对别人送 你比如说就是Code Review其中一个部分 就是说你的Project 在一个功能新增完之后 你要开一个Pro Request 然后让大家Code Review说 看你这个Code有没有问题 所以它不只是说你自己看 也是别人看 所以如果你就是你是那种比较好的人的话 就是你再研究一下他的Coding Skill 然后改成他要的嘛 这样他会比较快接受你 对不对 就是两个人要放开心胸 然后他们互相接受 然后就在一起 没有人要问问题的话 那我们这场议程就到这边结束 然后在这边 掌声感谢一下我们的昌食大大 大家再见 大家再见 如果想要跟我定下企业成为网站组组员的话 请呼叫我 大家快点拿名片上来喔 我只有一盒名片 好那下一场议程